你又不答应 阿久不起来了 跟你不起来 我走 阿 阿起来 阿起来 说你这 牵着不头打着倒退的 姑娘 你听我说啊 我是当兵的 端水 积茶 有勤务兵 烧火做饭有火敷 用不上你 那 他敢 那安给你师傅整心 这 我家里有老婆姑娘 俺不要名分 俺给你当小的 给你伺候老婆 俺给你生孩子 老总 你就收下俺吧 你要不要俺 俺还得被坏人抓走 俺求求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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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 你别哭了 别哭了 你让我好好想想 行不行 你叫什么名字 这回你能跟我说了吧 俺是女人 要名字有啥用 俺娘 叫俺大妮子 俺没有大名 大妮子 挺好听的 要名字 行 要不你就先在这住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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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 吓人啊 等你呢 等我呢 想我了吧 走 谁叫你 姑娘呢 什么姑娘 自卖自身的姑娘呢 你就听那二小子瞎白话吧 自卖自身姑娘 买主买主买主啊 这真话假话 我还是分得出来的 姑娘被谁带走了 被买主带走了呀 我要带走 那买主也不乐意啊 我看是你带走了吧 哎呦 姑娘呢 那我想带走我得有钱呀 那每个月军箱我都交给你了 对不对 我兜里有几个字你还不知道啊 哎 不过哎 我远远的关了一眼 哎那姑娘你别看 脏兮兮 臭红红的 这要仔细打扮打扮 哎 保水是一大美女 可惜了了 你说便宜那买主了 这美主长得比那猴子还难看呢 就给我编吧 哎 哎 姑奶奶 这脑门长得都是眼 那是二郎神 对 你还有支啸天犬吧 那啸天犬呢 你把那啸天犬跟着我去了吧 告诉你 啸天犬跟我说了 说什么呀 你是从那个姑娘那儿回来的 你别没事找事啊 行行行 我都忙活一天了 我累 果然爷 果然爷 姑奶奶 你说 什么事啊 什么事就动刀啊 上哪儿去了 我削我神去了 你削神 你削什么马呀 妈 我给马削我神去了 你不说实话是不是 你不说 你不说实话 姑奶奶 我说这就是实话呀 我是给马削我神去了 养过马的人都知道 这个马不能光吃草不溜 你说我在江湖堂 江湖堂我一个多月光溜我了 那马就没溜 这马不溜我她不跑 当你说到了战场上不跑 这个敌人来了 你说 那倒霉的是我 我一倒霉你就成寡妇了 那成寡妇多不好啊 对不对 我溜妈也是为你 对不对 姑奶奶别哭啊 姑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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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以前 我说偷你不往心 我大概率不满心 看你现在都变了 你变心了 我变什么心了 你变花心了 我变花心呢 我这家里工人 你这一亩业 不是 二藤神 二藤神 你这这长贴眼的 你这这火眼睛睛 我哪敢变心啊 是不是 这出去我连老母猪都不敢看 真的 你敢看母猴 工猴 工猴 母猴我不看了 这工猴 工猴 工猴咋耍的 你都看了一下我了 工猴咋耍的 那那那天我带你去看 赛 海 我 是 可 我 我 我 中逼喽 你怎么在你 行行行 我憋一个多也馋死我了 你这 你不想我呀 走喽 师傅 我今天在街上 碰上老扎和胖子了 他们怎么会在凤天 我把他们带来了 还是让他们自己跟您说吧 进来吧 大大大大大 叫了新师傅 不不不 了新师傅 了新师傅 你们俩不是回老家了吗 怎么会来凤天啊 那个大大 不是了新师傅 我们俩本来是想回乡乡乡 可是我们两家的地 正好挨着奇养性 就是那年抓二当家的 以为抓的是您 后来想枪毙二当家的 那个县太爷 他现在是郑家屯的镇守使 在乡下买了好多地呢 准备吃租子 那不是我们两家的地 正好圈在他新买地的地中间 这逼着我们俩 贱卖我们家的地 我们不干 他就勾结陷阱队 说我们俩原来当过土匪 得亏我们哥俩屯跑得快 要不非得让官府枪毙了我们俩 这不是地被他霸占了 我们俩又没什么手艺 就只好干起这放鸽子的活了 你们干的事是缺德事 知不知道啊 你们俩应该来找我 可是县里还在抓我们呀 我们来不是给您添麻烦吗 那你们缺德就不话日后遭到呀吧 啊 小五子 到街上 给他们俩找个铺面 再给他们俩点钱 让他们尽点运用百货 开个杂货铺吧 谢谢刘新师傅 谢谢刘新师傅 不用谢 这些 也是当年你们跟着我在不云山上 做每本生意赚的钱 我当初没有权分给你们 让小五子 开了个滑翠金店 就是预备着有一天 你们谁要是过不下去了 也好有个阶级 还是大当家的有远见 了新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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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从你们调查的材料来看 这个吴玉像真有问题 问题还不小呢 走 找他喝湿去 真去啊 怎么了 不是这吴玉像 张司令的把兄弟 这我们俩顶头上子 您这 不是老虎嘴里拔牙了 我要是 不把他这个牙给拔出 我就不是网友好 对了 你们要是怕得对他 以后不好做事 你们可以回避 我自己去 回避啥呀 收拾他 我也去 不怕了 天塌下来 有三哥顶着 走 是谁的烂战门啊 您的 哦 谁调查的 我 是我让他们查的 好 让我看着破完毅干嘛 这是您 蛮爆甜蜗碎的额度 蛮爆甜蜗碎的额度 还愣着干啥呀 我说我知道了 可以走了 乌司令 我们等您的指示 狗屁指示 不是狗屁指示 是您的指示 我的指示 啥指示 乌司令 只要您把甜蜗碎补上 就不罚您了 你骂了个巴士 跟我叫板是吗 乌司令 刚才说了 您把蛮爆的甜蜗碎 交上 就不罚您了 他骂了个巴士 我骂了你 我骂了你 你要干什么 曹律 你他妈敢下我的枪 是吗 我救了你两回性 你就这么带我到 你就这么带我到 老司令 要是在战场上 我可以替您挡子弹 这件事情关系到东北军的生死存亡 你个人恩怨要大 你个小兔崽子 王八蛋 王翁复印 我他妈白带陪您了 还有你 我又何 我他妈把你调到财政厅 知道你查我的吗 还有你 你他妈不是好东西 你也是个混蛋 一帮混蛋 王八蛋 滚 滚 都他妈给我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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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吗 我 vá 瘋了 这个危险真是疯了 真是蛮不将迷啊 王厅长 小小先生 报告 这有一封信是揭发 郑家存证存史 弃氧性贪污和偷漏土地付款的 弃氧性 三哥 弃氧性 王厅长 这弃氧性没后台 而且当年差点害了我三哥 咱就先从这面瓜开刀怎么样 三哥 那我看看 叶清麟 叶清麟 这还是一封署名的检举信 黄厅长 我跟您说 这叶清麟以前跟弃氧性 他们俩穿一条裤子都嫌肥 现在肯定是闹掰了 咱就抓他 嗯 也行 哎 姊爷 要不这样 咱先把弃氧性这个案子给办 无一项的案子 不是不办 是必须要办 但现在呢 还不是时候 你觉得呢 大卫家 哦 俩时辰前 谁说要把老虎牙掰下来的 啊 啊 记不住没关系 全当放屁听响了 不是三哥 财政厅 人才积极 冰怂怂一个 酱怂怂一窝 就差尿了裤子 势子也剪软的捏 财政厅以后改名吧 我能听 废物听 唐思义 你什么意思 你就这么看我 老单请问王厅长 我得怎么看你 不是三哥三哥 不是人王厅长没说不办 人家说暂缓 慢慢办 是不是 你说这要是把王厅长逼着去找张总司令了 张总司令跟吴玉相他们俩刀头子上舔血过来的换命兄弟 你说这要一翻脸 啪再把王厅长给毙了 不是 王厅长 我找吴玉相 我今天要不把他偷税漏税的款项拿回来 我就死在他司令部 不是三哥 三哥这不是玩命的事啊 这个 是吧 王厅长 现在吴司令正在剂头上谁都不见 唐紫义 吴司令现在谁都不见 唐紫义 现在吴司令谁都不见 妈了个八字叫什么 扔他进来吧 是 是吗 他妈的嘎巴子 你称的是哪一出啊 拿鞭子请罪 你 你还能有罪咯 紫衣光想着东北军生死存亡的大局 得罪了救命恩人 你还知道错了 我还办错了件事 说 司令偷睡的事 不小心让底级人给走了 记者在来这儿的路上 我是来图方报信的 妈的个巴子 你 你是给我射的套吧 堂子义之罪 你他妈的 王八蛋 混蛋 我 我打着你了吗 打着你了吗 没打着 没打着你好个啥 好个啥啊 让别人听你 你好有台劲下 妈的个巴子 你这个小混蛋 笑什么呀 笑什么呀 你笑什么 你 过门开了 妈的个巴子 行了 别笑了 你 我 我 你就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怎么样 汪厅长 司令现在正在上面打牌 手气特别好 我实在是不好意思打扰他 要不你再等会 我这真有急事啊 你看 天又没塌下来 对不对 要不你再等会 我上去再帮你看看 好好好 那麻烦你 你这个小兔崽子 报告 进来 司令 去吧 是 你这个臭小子 还真把记者招来了 妈的个八字子 你射套一天都不好 司令狠狠拿鞭子抽我一顿 然后把透露的水孔加了 打你啊 我敢吗 司令不打子役 是司令爱兵如子 那我就自己打自己 我自己把我自己打完了 司令还得把税款的给交了 他妈的个八字的 你小子哪根精打错了啊 干嘛脑盯着我不放啊 啊 那是因为检举信里边 您的官职最大 盯住了您 您带了头 底下的官员就不敢小事这次整顿 要是在您这儿看了阁 底下都学着您的样子 那我们这伙都没法干 我不盯着您 我盯着谁啊 他妈的个八字的 一说起立了 你还一套一套的 子役知道 司令最奖励 小他妈的给我戴高帽子 我他妈的认斗没了 行 老前 那你别归着了 起来吧 拿完钱再起来 八八字的 我也是几十岁的人了 我跟你在这儿啊 那好 你愿意跪 你站这跪着吧 来 给 拿去吧 这是什么呀 待会儿见记者的讲话稿 说您带头不交税款 清整连接 以身作作 堪称奉军开幕 全在里边了 请查查查拜托 你也会变成 我不帮我 三千人 算了 我还不把 我会尿不不 我还不代替你 给你 我还不乱 晓得 你很快 我入京 你还不流 都是 你还不乱 我我扶她 你还不乱 我 已经丧了 麻雀 不是 黄地长 司令让你上去 好 谢谢啊 紫叶 你怎么来了 黄友荒呢 司令刚刚让他上去了 这里的规矩你比我还清楚啊 大帅 请给我 董哥啊 你给我好好的干 谁要赶档号 你马上告诉我 干嘛的个巴子 把他脑袋给摆下 谢谢大帅 你请 我走了 你怎么了 干嘛呀 黄警长 你这跟大帅把吴司令的事说了 说了 不说不了干嘛呀 吴司令已经把透露的水管给浇了 这不过也想了 咱行吗 我说老王 你赶紧上楼再叫大帅 跟大帅说说清楚 把吴司令的面子给挽回来 我都跟大帅说过了 不必了 啥就不必了 钱咱拿回来了 还告人家证 这就办的啥事 回家再说 好 王二 站住 你要是不等大帅说去 我叫大帅说 你看看你急的 我会跟你一样 充满一条枪 我能去大帅那儿告他把兄弟的庄吗 那你跟大帅说啥了 我说呀 吴玉相山明大义 听说大帅要整军经武 诊断立志和财政 第一个站出来支持 主动把他漏包的税话呀 交给财政听 那不对呀 你跟大帅说的时候呢 吴司令还没交钱呢 对呀 你想啊 我这么一说 大帅一高兴 肯定会把吴玉相叫来 当面表彰的 这一表彰 吴玉相骑虎难下 肯定就乖乖地把钱交上来了 吴玉相是个顺老吕 你不能强着 得顺着他 王厅长 咱俩下一块去了 知道我这钱咱拿回来的吗 怎么拿的 我弄了帮记者 在吴司令那儿 这会儿吴司令 正在记者会上自个儿表扬自个儿呢 这有你的 下面要办的这个案子 就是这个气氧性了 检举人举报的内容非常详实 也非常具体 办起来会容易一些 这个人的官职不大也不小 比较有代表性 如果办好了 可以起到杀衣精本 敲散战火的作用 你们两个 谁去主办一下 我去 这气氧性跟我三哥有夙缘 他去不方便 一码归一码 我办吧 我也去 走 这个静甲镇死江 可买了不少好的 都不交黄粮国税 这叫什么呀 这叫土地兼并 历朝历代可都要好 我现在也不能交书了 就靠这点帝都吃饭的 可气氧性和叶清林他们那些 有钱有势的人 他们的徒弟都不拿税 把税款都压在我们那些 小门小户人身上 我说了 你下去看看 就都清楚了 得真叫 民怨沸腾啊 弄不好 会官逼民反 你算什么东西 你还整我 你以为你当那个小小的警察 听副警察 你就不得了了 你翻天了你 啊 我告诉你 连王勇合在我面前 都点头上 人像哈马狗一样 你也不撒胖 你要照着自己是谁 我 堂堂的奉军镇守使 你想成我 我告诉你 当年在郑家村 我又不是我背后跟你说好话 你早死了 你哪有今天啊 我们亲家 是带围观 除我并不是啊 我是两朝围观 虽然算不少连厉的楷模 但是我觉着自好 奉公守法呀 徐教授 您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粗粗 行了 齐大人 您老这也飙乎乎的快俩时辰了 走吧 跟我回财政厅吧 这是镇守使衙门 是我的地盘 想带我走 来人 来人呢 来人 齐大人 我这儿 有份揭发你的检举信 齐大人拨过摸 齐大人 财政厅已经派人到你的家乡障扬土地 七大人究竟是清政廉洁 还是偷漏税款 明日编制 则一还得告诉七大人 七大人在我这儿过堂 只有六天时间 三天之内七大人拒不交代 咱就大行伺候 如果七大人身子骨够硬朗 还能挺三天 那自宜就亲自为七大人践行 我这儿 他们对了 我检举别人 算不算离过 算 弟妹啊 你找我 二嫂病了 什么病 杜子疼满地打滚 那看大夫了没有 我是要带他去的 他不让 他说让我来找你 你带他去 你说这人 我又不是大夫 那你等我一下 我请个假 好 报告 警察 报告所警官 我要请假 不准 我弟妹给我报信 说我媳妇病了 我要送他去医院 好吧 你明天早上回来 耽误了早操 小心军棍 保证准备回来 先给他打两针 明天再让他过来打两针 好的 玉珊 玉珊来吧 二哥 嗯 刘二嫂 大嫂 怎么了 这 它肚子疼 怎么不舒服了 哎呀 玉珊呀 我这个肠子呀 它这么拧着疼 先量一下体温吧 打凉了 这个是什么呀 温度计 是这儿 把这个这头夹到那个 搁着窝里 对 坐这儿 二嫂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拉肚子的 我是吃完上午饭 也就是一个时辰左右就开始拉了 我都 都肩肝稀了 什么剑 她说的是水 她说啊 就她妈那个锡啊 就像剑坑似的 就是特有劲 笔直就喷着来了 那个得跟妹子说清楚 阿嫂 中午都吃什么了 我吃了点黄瓜丝 香菜末 和鸡蛋丝 过了过冷水的一碗凉拌面 你不烦恼卖 你不好卖 西医不好卖 阿嫂 把你的体温计给我看一下 哥 三十八度 三十八度是什么呀 三十八度咋了 你发烧了 你身上没感觉到冷啊 我 我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呀 这个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得跟妹子说 西医就得把你身上不舒服告诉她 我说了 那玉山那吃啥药啊 先不忙着吃药 去咽一下便 咽便 咽 咽啥便 就是把你的健根锡啊 留一点儿 交给大夫 然后大夫那个做化验 你说了不算 玉山说不算 好好好 就听妹子 阿嫂 你没看过西医吧 没有 这不头有 先去化验室 要个厌变盒 我给你开点葡萄糖 防止脱水 先生 你说你玉山会看什么病啊 当然了 人家去广州学得好几个活啊 我看未必 你说 我以前在我们家 那请来那御医 跟个沙 拉根馅 你猫 就知道你得什么病 他倒好 问完东问西 问了一大圈 告诉你俩字 演变去吧 那这么简单 我也能当大夫了 莉莉 她这就是吃坏了肚子了 没什么事吧 也没那么简单 我怀疑啊 是中毒性力疾 那要紧吗 治疗及时也不要紧呢 刚才啊 那个弟妹啊 去那个讲武堂给我报信 说你二嫂肚子疼 我一听 呦 是不是你二嫂有了 有什么呀 妹妹 这有了你不懂 你是说她怀孕了 啊 想什么呢 二哥 这可真邪了门了 哎哟 妹妹 这可真邪了门了 你说你二嫂吧 啥零件都不缺 咋就生不出孩子来呢 你怎么知道 她生育功能正常 查过没有 我是说让她来查呀 她不来 每次都跟我急操菜刀 你知道吧 非说是我的毛病 你不是查过没问题吗 就是啊 妹妹 反正你二嫂也来了 你就多留她两天 啊 住院 是那家给她查了 这可违反医院规定了 什么狗屁规定啊 你是我没有吗 那你一会儿 带她去观察室吧 哎 哎 那就是说定了 哎 等会 嗯 哎 买的就是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 这次欺行性的案子啊 你们立了大功了 查得准 落得实 证据确准 铁板定定 可谓是收获破风啊 我向张作霖 张董司令报告 他非常高兴 让我在城里最好的广子 好好靠了靠了你们 我算知道张董司令 为什么让您当这财政厅厅长 您是正宗铁公鸡 一毛不拔呀 王厅长 咱趴往这一处 怎么着也是有头有脸人吧 您三碗炸酱面 一盘萝卜 然后还弄一哑尖 我跟你说吧 就刚才那伙计见着我 直白了我您知道吗 走着车 怎么说话呢 你知道我为什么 请你们吃面条吗 就跟咱们办案一样 图的是个顺利 这吃面条呢 还顺水溜溜的 就代表顺水溜的 就代表顺水溜的 懂不懂啊 对吧 对吧 一碗不够吃 那正好我吃不了 跟你一碗啊 跟你一碗啊 不是 老汤呢 来喽 快吧 好嘞 好嘞 泡下巴 你干嘛 打针啊 打什么针呢 你拿这么粗壳东西你炸我 你把我当牲口吃啊 你看啊 古人爷给我死进来 哎哎哎哎 怎么了 你看啊 他能那么大的针都要炸我 哎呀哎呀他在给你治病呢 对不起啊他什么都不懂 古人爷啊 你想着谁啊你 你怎么看哪个犯了 费的你找不着北 你见不见 怎么说话呢这是 你说你这是在医院 这胡说八道 对不住人啊 哥 人一生病就新交嘛 二嫂 叶大夫怕你拉得太厉害 给你补点葡萄糖 他缺葡萄我去买他几筐葡萄 我往死里吃 不就什么都补回来了 他也不至于拿那么大一斤管 扎我呀 把我当伤口吃啊 阿嫂 你的化验报告出来了 是中毒性立即 需要住院治疗 住院啊 那住院能不打针不 打针好得快啊 余生我害怕了 能不打针吗 哎呀也行吧 换个治疗方案 二哥 你去办下小学 哎 说 您要的三十年尘尿 哎 您说老 我们没要去吧 我要的 长长久久吧 也不过吉利 哎 黄县长 您听说过 咱凤天城这一带 有句大白话 叫大概齐吗 听说过 但是您肯定不知道 这句话是怎么来的 我跟你说啊 这句话还真就跟咱这饭馆有关系